台塑集團之一的台化公司 今天召開股東常會 董事長王文渊因公請假並未出席 不過台化副董事長洪福元透露 台化與台塑化已經決定在美國 共同投資設廠預計2023年投產 台塑私保之一的台化股東會 董事長王文渊因公請假 由副董事長洪福元主持 縱所矚目的美國設廠投資案 也有了結果 現在是暫定路易西安州 目前的進度是在環評的階段 我們也提出環評 這個環評我們希望在明年的年底 能夠取得 然後接下來我們就進行投資 整個投資案初步大概在接近 95個億美金分兩期 台化與台塑化決定攜手 在美國路易斯安那州 共同投資設廠 整個投資案金額高達95億美元 預計分兩期投資 計畫明年底完成環評 2023年投入生產 台化發明表示 目前在美國以及中國都有投資計畫 展望2016年國際景氣都能回溫 公司高層也在股東會上公開向政府喊話 建議如果能夠改善投資環境 台灣依舊是投資首選 所以基本上上半年度是不錯 那以第二季做基礎的話 我想會越來越好 其實在台灣經營企業是非常的困難 因為我們剛剛我在致詞的說 雙邊或多邊的關係很少 很多東西都是必須要付稅才能進口 才能到他們的國家去 台化去年合併營收3192億元 衰退3.1% 但轉投資溢柱下稅前淨利546億 成長51.9% EPS高達7.51元 會眾通過配發現金鼓勵5.6元 對於今年下半年展望表示樂觀 近大集成會莫省委託 台灣台北報道